说起去年最让人意外的游戏,那么,蔚蓝肯定会出现在大家的脑海中的,我们知道在今年的TGA颁奖典礼上,这部游戏可是提名年度最佳游戏的,可谓在本次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,你要知道作为一款像素风的游戏,能够提名已经是很出色了, 要知道另外的五款游戏可是战神、荒野大标客2等等这一类型的大作,相对比蔚蓝和他们五个比较的话,不管是什么维度,都有点大相停静了,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差距,所以,他们取得成功,才更让我们对这款游戏更加的关注。 而这款游戏,肯定有自己的可去之处。 首先就是这款游戏是有中文版本的,所以让我们这些游戏爱好者提供了方便,并且在很多的平台上都是有的,所以,不管是什么的方式,我们都是可以玩到这款游戏,可玩性以及平台的多样,让这款游戏更容易的让我们玩耍。 当然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,就是为我们这些手残档给准备的,还是很人性化。 这款游戏的主旨就是,帮助女主Madeline成功地登上蔚蓝山的山峰,这就是故事最初的主线,在游戏中的画面是像素风格,可是在选关卡的时候,却是一个3D的具有艺术美感的界面,会形成一种很好的反差的风格。 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个游戏的时候会觉得,这个像素风格的游戏,看起来还是也太简单的,可是当我们真正的玩进去的时候,我们才会知道这个游戏真正的独特之处。 这款游戏已经是这个类型里面的标杆之作了,已经是这样游戏的天花版了,虽然在游戏中我们看到的是像素风格的游戏,可是在剧情任务中的对话,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的细节,以及人物的表情。 在游戏的过程中,有很多利用物理原理,比如惯性又或者是离心力,这就需要我们去琢磨。 在游戏的过程中,肯定有很多比较难的关卡,比如五六个奔身追着自己,当我们碰到它们的时候,那这关就得重新来过。 并且在每个游戏中都是有道具的,比如绿色的水晶进行二次加速,以及穿越墙壁的防御。 每一关都需要仔细的琢磨,或者就是许多车死亡,才能达到非常流畅的效果。 但是这款游戏的难度虽然说比较高,但是,并不是一上手难度就是很高的。 它的难度也是在循序渐进的。会让我们感觉到这款游戏越来越难,但是不会达到那种退游的弊步,并且它的死亡速度已经复活速度特别的快,当你一个不小心死亡之后,它会迅速的重新来过。 这就需要大脑飞速的运转,上次的死亡过程,以及自己走错的方向。 并且游戏里面是有许多的空间的,就像是解锁游戏的ABC3方面,当然,这三个方面的难度是逐渐递增的。 最后就是这款游戏最独特的地方,帮助模式,这个模式实际上,在以前的游戏中,也有过出现在这个模式中,我们可以选择游戏速度无限体力,或者空中突进以及无敌等等。 当小编第一次知道这个模式的时候,内心的第一想法就是,这就是为我们这些手残党特别准备的,虽然会都是一些游戏的乐趣性,但是这样的模式会让我们通过过不去的关卡,达到通关的目的。 当然也就意味着,这个游戏是所有人都可以通关的。 感谢观看